屈波来到校园足球夏令营 将会带来怎样的一堂训练课 对 假如说他抢下球来 我失误的一方可以干嘛 抢下来 再控 不是对你提意见 看我学你 这边传的时候 球在远端传 你应该干嘛 脚步随时有框 给 动 动 动起来 明白吗 明白 曾因足球陷入生死抉择 屈波如何应对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我今天跟你说 以前说什么足球无关生死 在我这足球就有关生死 我妈妈都不让我踢了 他哭着跟我说 咱别踢了 这干嘛呀 怎么踢个球 还要搭上命呢 听屈波讲述 追风少年的意义 青少年需要一个偶像 日本的青少年 为什么有大量的孩子去踢球 因为日本有个动画片 叫足球小将 看了足球小将 日本的孩子 青少年的孩子 就会以这些偶像 为标杆 努力地要成为 他们心中 想成为偶像的这种级别 那现在你这个团队 这些小孩 有没有看到 就是跟你一样 是很有前途的 有啊 真有啊 我11年龄段里面 有三四个 看得我真是眼差 真好 鲁豫有约 屈波 又浅追风 仍四少年 精彩 马上开始 19年前的阿根廷市青赛 是历届比赛中 含金量较高的一次 那届市青赛 因卡卡罗本等 日后名震主谈的 一线巨星的棋聚 而显得格外耀眼 而在那年 一位来自中国的白衣少年 也让世界的球迷们 记住了他的名字 他就是屈波 博奥队年轻的小将屈波 在本届市青赛上 依靠自己的速度和进球 让全世界认识了他 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面对东道主阿根廷队时 中国队一比二 遗憾败倍 但下半时 屈波打出的一粒精彩的挑射 让许多球迷都为之惊艳 那届市青赛后 人们称呼屈波为追风少年 他也被评为了 那届比赛的八大希望之星之一 如今的屈波 已经告别绿鹰厂三年了 退役后的他 在青岛开设了自己的 清训基地 希望帮助更多喜欢足球的孩子 实现自己的梦想 采访当天 我们也和他一起参与了 校园足球夏令营的 一堂训练课 你们都是从几岁开始踢球的 比如你几岁开始踢球的 四岁 四岁 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 还有没有比他更早的 我 你几岁 我三岁 三岁 一会看看你水平怎么样 大街你们特别期待 跟曲指导学到什么东西 很多技术上的 对 好 很难得的机会 那教练交给您了 好 听我说 这是一项抢圈训练 里面的人通过小组配合 尽快抢下球权 清楚吗 传到我脚下 来抢球 抢锻 破坏 听吵听好了 以破坏出去 为基础 我身边左边的人 和我身边右边的人 三个人同时进来 三个人 下去 明白了吗 那边 记住了是破坏出去 那假如说 他抢下球来 我失误的一方可以干吗 抢下来 再扣 通过队友之间不断的呼应 把整体的这个势气提动上来 10 11 12 13 14 不是对你提意见 看我学你 这边传的时候 球在远端传 你应该干嘛 脚步 脚步随时有空 给 动 动 动起来 明白吗 明白 我这么移动 都可以看得到 对吗 但是我要这么移动 后边我看得到吗 原来是这么移动 随时脑袋抬起来 听听听听听那边的声音 听听那边的声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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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 观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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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次看你们的表现 给我的感觉 其实你们是有能力做得更好的 所有人我们是一个团体 我们目的是一个团体 我们目的是一个团体 是为了战胜他们 战胜了他们是我们所有人获得荣誉 对不对 鲁玉姐在那看着你们了 你们要给姐姐们展示出你们的实力了 准备比赛 哇 你看 一块一块一起抢 一七抢 可以 可以 你好 你好 你 好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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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队水平差不多吗 黄的稍微强一点 强一点 他们因为是来自不同的地区 好像有什么重庆 什么武汉 对 青桃的这个校园足球文化 还是有一定敌人的 不错 他搞了27年了 好球 漂亮 没关系 鼓励 多鼓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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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球了 我也说这么好 这个不错 哎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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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结束了 谢谢您 辛苦了 谢谢 不错 没关系 很好 尽力了 来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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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俱乐部线有多少队员 现在一共有五支踢队 一个队有23个队员 那年龄是从多少到多大的 最大的是07 12岁 然后07、08、09、101 1 哇 还有1-1的 嗯 刚组建今天 就刚刚开始踢球 八岁 哇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真的是跟青少年足球很紧密的连在一起吧 是啊 能干就干这件事吧 哈哈 这是你当时是在退役前就已经有那个想法 还是也是水到渠成 退役前 对 因为像我们这种球员 投资足球 呃 成立俱乐部不太现实 中国的这种环境 嗯 是吧 不是那种 企业大老板 嗯嗯 不是亿万富豪 那能做的事就是从青少年开始做 我是天津人 我知道 嗯 然后18岁来了青岛踢球 把户口啊 包括父母啊 都转到青岛来了 嗯 老婆孩子现在都在青岛 所以等于在青岛的地方又是家 又是事业 基本就是在青岛生活和工作 包括我的这个社交圈 朋友圈 嗯 基本上都是在青岛围绕着青岛 做跟孩子们有关的足球运动 呃 你觉得成就感大不大 提不到成就感 嗯 主要是开心 简单 然后看到孩子每天训练 然后一步步的成长很开心 这就是成就感了 因为小孩的改变其实最大的 你能够切实看到一项运动足球 让这孩子有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变化 嗯 因为青岛这个地域是传统输送队员和出成绩的一个城市 青岛人像毫宜东 李肖鹏 宋冒真 嗯 一大批 国字号的球员 都是来自青岛 嗯 青岛的孩子会踢球 也喜欢踢球 都是青岛 对 还有江宁 刘建 正龙 很多很多 嗯 但是现在从93年零段 嗯 以后 青岛的这个 成才率就低了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宝也聊过 他说明有一段中国足球 不是那么景气 对 家长不愿意让小孩去踢足球 对 确实是这样 从03还是04我忘了 一直到10 这段期间中国足球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从家长本身就不愿意让孩子来踢球 这几年的年龄段的孩子 他是一个空白 你看到如今的孩子 哪些地方能看到你当年自己的那个影子吗 热爱 投入 激情 当然跟我比哈 我感觉还是差一点热情 对 因为我小时候踢球 那个时候没有职业化 就是本着一个自身的喜好 就是喜欢踢球 可能也是由于自身的能力 在队里呢比较突出 然后踢球的时候 在学校踢球踢得非常好 又能进球 那 同学 女同学 都会把你当小明星 在追捧 所以那种成就感 就促使了喜爱足球 然后就不断的坚持踢下去 对胜利的渴望 每个孩子心中都有 嗯 每个孩子都愿意 从内心深处 愿意去 有当这种英雄的情节 但是 吃苦精神 可能时代在不断进步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裕了 都有钱了 可能家长 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可能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吃这份苦 我要带孩子去学英语课了 我要带孩子去学钢琴了 我要带孩子去学游泳了 给孩子留出来踢球的时间 当然我说的不是所有人 我举的例子是大部分家长 没有把这种对于足球的投入 让孩子更多的这个发挥出来 这个孩子只要家长 你愿意给孩子大量的时间 让孩子接触到足球 这个孩子未来一定是国字号的球员 那现在你这个团队这些小孩 有没有看到就是跟你一样是很有前途的 有啊 真有啊 我11年龄段里面有三四个 看得我真是眼差 真好 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球员 他们一口同时追风上你 我那个小的时候13岁 一天四练 一天练六个小时 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在13岁的时候 我的队友们还在上初一呢 我已经进入到了职业俱乐部 和18岁的队员 比我大5岁的队员 跟着他们一起训练 我永远比我的队友练得多 为什么运气不是将过我呢 鲁鱼有约 两可我们该上学了 踢球会占有很多时间 你怎么办这种时候 只能跟家长沟通 这样时候多不多 多 很多 最近碰到过这样的事吗 有 我11年龄段组建的时候 有一个孩子我们的10号 真好 速度也快 灵活性 柔韧性 技术都非常好 他一拿球 基本上他自己一个人就解决了 家长呢 也是愿意让他来 但是我要给孩子的家长灌束 这个孩子 只要张三的家长 你愿意为孩子投入 给孩子大量的时间 让孩子接触到足球 这个孩子未来一定是国字号的球员 这小孩现在还好 小学其实还好一开始 还有时间 但是他再过一两年两三年 家长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我要上初中的话 我怎么办 尤其到了初中 那会是一个坎 就你面临这个小孩和你们老师 会面临好几个这样选择的坎 我肯定是建议孩子加上踢球 因为他是有天分的孩子 有天分的 当然原则是我讲的这个踢球 不是剥离于教育 是教育和踢球是同步的 现在在国内 也不是国内吧 就整个国际足坛 那么在孩子定性和定位的这个年龄段上 就是大约在15岁 到16岁 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孩子有没有前途 他适不适合 向职业俱乐部发展的这个空间 如果有 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 跟各个地方的职业俱乐部来对接 因为我们就是做青少年 那么如果这个孩子 张三李四 他适合往职业 球员发展的机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会及时的把这些孩子输送出去 现在在各职业俱乐部 他们也有梯队 像又15又16又17又18 那么他们也会和当地的这些 教育机构有挂钩 一边接受文化教育 一边踢球 那现在你这个团队这些小孩 你说这几匹差不多8岁到12岁的小朋友 有没有看到就是跟你一样是很有前途的 有啊 真有啊 我们做的大量的工作 就是在他们青少年 现在还谈不上青年 在少年这个阶段 就是保证孩子的足球的基本功基础 同时保证球员的这种 对足球的这种投入和热爱就可以 因为在这个年龄段 你要说看到他们以后的发展 还为时尚早 就是在8岁到15岁这个年龄段 因为足球也有足球的规律 足球也有足球的知识和技术技能 你8岁练什么 9岁练什么 10岁练什么 这个就跟数学一样 你先学了1加1 你才能学会2加2 你学会了加减法 你才能学乘处法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大量工作 就是让这帮孩子保障 足球元素里的停传带过射五大技能 把这五大技能 在这个年龄段 你只要掌握好 到了13到15 这两年他一定会进步 会提高 打比方说 咱两个人脚弓传球 我连脚弓传球都还没传好呢 你再让他练长传球不现实 就是每一步 你都要保证这个队员 所有学到的技能是完整的 是完美的 那再上升到一个年龄段 再练更高的这种技术特点 或者技能特点 或者是战术思想的时候 他才会领悟 他才会驾驭这些东西 曲波职业生涯的起步 可谓是一帆风顺 小学时就在校队中担任主力 那时母亲一度反对曲波踢球 但最终还是父亲力排众议 让曲波能够朝着体育方向发展 而他之后的成功 除了父亲的支持 也要感谢足球道路上遇到的几位教练 13岁那年 他加入了天津火车头队 当时的教练王广泰 常常会在训练后单独留下曲波加练 教练的用心和个人的努力 让曲波开始在国内祖坛展露头角 在打成运会时 曲波被青岛主教练汤乐普看中 将他挖到青岛海牛 随后曲波在征战贾埃连赛的第一赛季 就设入八九 拿下了那年的最佳新人奖 之后的一年中 曲波就像追风少年的绰号一样 迅速地实现了 从国庆队到国家队的三级跳 这样飞快地成长 也成为许多孩子的榜样 追风少年这四个字你特别喜欢吧 我觉得这四个字特别 就是一听就是一个电影的一个 一个故事情节 你全部能够想象得出来 很热血青春 我之前我也不知道追风少年这四个字 就是因为我提完了十星赛 是中国的这个球迷 给了我一个绰号 比方说高峰叫快马 摇下叫什么猎豹 孙建海什么中国太阳 军方少年对于我来讲还是很贴切的 因为我快嘛 所以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这四个字是一种巨大的鼓励 至少80后是吧 所以他那时候这个鼓励很多时候 他会让你能够进一步可能会达到 你以前没有去想过要达到的那个高度 这也是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目标 我曾经问过我的队员们 我说你们喜欢踢球吗 当然都是一口同声的说喜欢 需要怎么成功努力加练 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球员 他们一口同声追风少年 这些孩子来到你这里 他一定是听到你的故事 然后他也渴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青少年需要一个偶像 好比日本足球 日本的青少年为什么有大量的孩子去踢球 因为日本有个动画片 叫足球小将 看了足球小将 有三浦之良 有中天英寿 有本田归佑 就大量的这些球员涌入出来之后 日本的孩子 青少年的孩子 就会以这些偶像为标杆 努力的要成为他们心中 想成为偶像的这种级别 就作为我来讲 我在青少年时期 当然算青年时期了吧 就七年我在家看国家队的十强赛 在荆州 我在看电视的同时 我的脑子里就有一个印象 我什么时候能通过努力 我进入到国家队 我代表中国队 踢世界杯 那你有了目标以后 你就会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那时候你觉得这个目标离你远吗 远 我才17岁 16岁 其实所有的关于成功的故事 在你身上都是加速度的 它其实速度都是挺快的 我是一个三级跳 从国枪直接进入到了国家队 你想说练那些一步一步走过来是碰巧 就你每一步在成长期间每一步都对了 还是因为什么特别的原因 我只能说我遇到了一个好的教练 遇到了一个对我负责的教练很幸运 我小的时候13岁一天四练的 一天练六个小时 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也没觉着我身上少什么部位 当年你和你父亲共同这种坚持 这种执着 当然后来证明是对的 但当年这种坚持没有多少是清醒的判断 我可以成才 有多少就是一种热情 就是单纯的喜欢 我可以说是自信吗 可以啊 因为我13岁我就进入了职业队 我是整个天津市在我这个年龄段 我在13岁的时候 我的队友们还在上初一呢 我已经进入到了职业俱乐部和18岁的队员 比我大5岁的队员跟着他们一起训练 可以说我的教练从来没有担心过我 以后进不了国字号 但是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付出了行动 每天早晨6点陪着我起床带着我训练 上午训练 晚上训练 晚上他不回家 也不让我回家 带着我还是训练 我永远比我的队友练得多 为什么运气不是占过我呢 赢超 那是Super League 我是第一人 我已经到这次去试训 我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争取到了一份俱乐部的合同 但是也有一道公正 最后没有成功 第二次 准备要出发了 脚骨折了 那个时候有点承受不了 这种打击 然后表里假抗 不装了 你们都厉害 你们都比我厉害 现在很多的外籍教练涌入到我们国内来 来带青少年 哎呀 一看中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教练员一代队 练两个小时 说你们不行啊 你们这么练哪能行啊 那孩子的积极性都练没了 那我就问 你们觉得我们这个时间长 你们西班牙练多长时间啊 最多一个小时 您别今天西班牙拿世界冠军学西班牙 明年德国拿冠军学德国 后天英国拿 足球不是这个样子 到十年你给自己评价那个标准是什么 能出一个追风少年 能够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我就知足了 我就听到此 怎么听到 不好意思 这边 我们观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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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观察看